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林志炫毕业 20岁的他正与大展拳脚 兵役如期而至 他只好暂时收纳理想去赴兵役 两年后林志炫退伍 和李继再次重组 继续参加演出和比赛 终于吸引了一位叫李月奇的制作人 顺利签约喜马拉雅唱片 可惜冷板凳坐了一年 别说出唱片了 连市场机会也仅有一次 两人叹了口气 上了某民歌大赛的舞台 这次他们获得了全场掌声 然而却阴差影错的 被误认为是签约歌手 因而没有获得任何名次 接二连三的重挫 实在令人一难评 李继为此写了首歌《年轻的呐喊》 这时当年赏识他俩的故人李月奇 历劫两人签约点将唱片 点将唱片老总 贵名誉 让改歌词 并改名为认错 有了资本的包装 林志炫和李继的《优客李祖》 组合横空出世 1991年发行的首张专辑《认错》 以百万销量 成为年度台湾销量最佳专辑之一 演唱会也搞得热火朝天 25岁的林志炫火了 但这把火烧得他极为忐忑 林志炫的父亲开了家印刷厂 他大学毕业后继承副业 在厂里打理日常事务 搞搞技术送送货 等下了班就瞒着家里人去搞音乐 他每次出门就骗家里人说是去约会 时间一长 父亲要求检验成果 渐渐未来而息 不巧林志炫正出空窗期 只好求了个冒牌女友回家应付 其实林父也喜欢音乐 但就是不喜欢自己的儿子搞音乐 当认错报火后 林父像往常一样 来到音响店 在店老板的推荐下 买下这张专辑 他看着专辑封面上的歌手 真的好像自己的儿子 但这位歌手有点酷 戴了副眼睛 看不清楚五官 也就没多想 回到家当八卦 提起这事 林志炫心里直冒冷汗 小眼睛T溜溜软转 连忙复合 当然不可能是我 我白天搞机器 晚上搞对象 也不会唱歌呀 他却送货 客户也说 他太像那个林志炫的歌星 他干脆说 哦 那是我哥哥 客户一听 不得了 连忙把来年的订单合同 都签了 还让他回去转告哥哥 要好好唱歌 坏就坏在 林志炫越来越火 被洪流推着走 为了专辑宣传 公司要他上一档 很火的综艺节目 这个节目 恰好有个忠实观众 就是林志炫的父亲 节目播出当晚 父子俩轮番抢遥控 最后还是儿子嫩了点 被老子套路了 事情露现 林志炫再不敢否认 为了平息赴院 他再三保证 搞音乐 是业余 印刷厂才是正业 自己一定不会辜负 家人的期望 一起合作的礼记 则苦不堪言 每次演出 自己早早做好准备 领导开场 林志炫才带着 满手游墨 从印刷厂急忙匆匆赶到 演出服也忘记带 胡子也没空刮 两人从台湾唱到香港 再唱到新加坡 专辑借二连三出炉 反响热烈 入围台湾金曲奖 最佳演唱组合奖 正当他们开怀 享受人生高光之时 命运却把他们 推上了分岔口 1995年 优客李玲 与经纪公司合约期满 势力正进的礼记 准备则粮木在西 而两头燃烧的林志炫 与家人多次博弈后 已无力再战 他决心回家 去把父亲传给他的印刷 炒办好 过平凡的生活 对此礼记很不爽 辛苦打下的江山 你说不要就不要 林志炫坚持退出 这一年 优客李玲成为过去世 两位好搭档 老夜纷飞 从此江湖不再见 退圈前 林志炫发行了赞别歌坛专辑 一个人的样子 就回家去了 29岁的他 计划有两年的时间好好陪伴病重的母亲 以及重振印刷厂 在林志炫接手印刷厂的第九个月 一场毫无征兆的大火 把印刷厂烧得焦黑 片瓦无存 一旁的父亲经词一变 却忽然想通了 哭笑说 看来这是天意呀 天意让你继续当歌手 1997年 31岁的林志炫重新出发 迁入新唱片成立工作室 次年他就拼一手 梦娜丽莎的眼睛 再次翻红 入围台湾金须奖 并成为第一位 获准进入内地校园的台湾歌手 这时唱片公司推给他一曲 朗朗伤口的流行歌 林志炫一看歌词 这么悲惨 一度聚唱 后来 奥不过改下歌词 才完成了录制 1999年底 这首名为单身情歌的歌曲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在内地爆红 后来随着光棍节的兴起 这首歌越来越红 33岁的林志炫 登峰造极 吕镜开得很大 很多桃花雷 也在这一时期悄悄买下 唱单身情歌的林志炫 并不单身 她身边本有一个 交往了近十年的女友 名叫小珍 不过恋爱一谈这么多年 都不结果 风风雨雨 早把感情 重刷至西博 有个名叫林鸿雅的姑娘 并离志炫 小12岁 非常喜欢她的歌 但并未追求她 而是通过一番操作 做起了林父林母的干女儿 也就是说 成了林志炫的干妹妹 正巧大家都姓林 这也是一种缘分 这位林鸿雅 不仅照顾林志炫 还照顾她的全家 时间一长付出一多 孝顺的林志炫 和她感情也挺好 二人几乎真的像亲兄妹一样 亲密无间 2001年 林志炫在一次朋友聚餐中 认识一位名叫Sara的空姐 两人情投意合 火速走到一起 其后几年间 林志炫开启独立制作人的事业生涯 翻唱多首经典歌曲 唱火了 离人 举办了多场巡回演唱会 碰红了多个歌手奖 春风拂面 桃花盛开 2005年 39岁的林志炫 与48岁的新闻主播林清荣 因举止亲密 默契十足 俨然一对热恋情侣 迅速被传出姐弟恋 2006年 在内地某党综艺节目上 名师林志炫 与高徒任希 因在节目中互相放电 下了台 出双入对 闹得绯闻漫天飞舞 就连任希的妈妈也表示 很喜欢林老师 而林志炫面对绯闻 一方面表示自己 想结束单身 一方面不否认 也不承认 她与任希的微妙关系 成了另一桩事件的导火线 黄金期的林志炫 与在上海打拼的李继 兵士前嫌再度搭档 举办再见 优克里林的告别巡回演唱会 算是给当年一个交代 也给追捧这个组合的观众 一个惊喜 就在林志炫与女徒弟 任希 爱媒互动时 李继也有个关系 非前的女徒弟 在告别演唱会上 两位女徒弟都想唱那首 意义非凡的出嫁 两位男师傅都有意 让自己的徒弟一起来合唱 结果徒弟的歌 没唱成师父脑掰了 后来林志炫与任希的绯闻 也不了了之了 2007年不断打磨自己唱功的林志炫 再次遭受命运的无情作弄 长期困扰她的鼻痘炎 已严重到了 必须进行手术治疗的程度 而手术的风险 是可能会破坏她的生理结构 对于一位歌手来说 这个风险是致命的 为了将手术影响减到最小 林志炫坚持不进行麻醉 完成了开刀手术 手术后的半年里 林志炫陷入黑暗 日常生活受到影响 发声过敏也受到影响 然而她没想到 命运在这时 为她准备了一份惊喜大礼包 林志炫通过反复练习发现 鸣腔竟超越以前 嗓音更不受限了 她先翻这集 把以前唱的不好的歌翻出来 尝试重新录音 2008年42岁的林志炫颇为成绩 星座减少 名气下降 眼看就快沦为过气歌手了 忽然平地一声雷 直接把她炸上热搜第一名 七年前埋下的巨雷 这时来了个连环炸 那位名叫 Sara的空姐高调开思 指认林志炫的多宗罪 称她同时与自己和小珍交往 期间还与台湾第一性感美女 天心 歌手林佩瑶等多位艺人有情况 Sara说她有情况的事情多了 就有个那个病 那病伤害性不大 传染性极强 于是传给了她 导致她怀胎11周时流产 Sara还爆料 说林志炫还有一位私生子 这样的是 被拿到太阳光下暴晒 林志炫的高楼瞬间倾她 她含泪解释与Sara有交往 但没有劈腿 没有私生子 没有那个病 她指Sara洋装癌症 求和不成就恶意诬陷 还颇为大气的 盼她尽早走出分手阴霾 早日找到幸福归宿 为了证实Sara所言不实 林志炫晒出体检报告 还公开了户口本 上面的婚姻状态栏 也的确是一直未婚 但有关私生子这个瓜 远未结束 不久之后 有八卦周刊曝光 林志炫确有私生子 还扒出了孩子的疑似生母 但遭到林志炫经纪人的 失口否认 虽然当时的网络 还没今日发达 不过此事轰动一时 影响颇深 不少八卦稿 写她人社崩塌 是隐形骇亡 经此风波 林志炫人气受到重创 她唱情歌越来越悲伤 生活也越来越低调 但该来的迟早是会来的 2011年45岁的林志炫 在某党著名访谈节目中 宣称自己单身 在等待爱情 当时节目组还连线 她的老搭档李济 对方隔空助她 早生贵子 可看到的 听到的 都不一定是真相 2013年47岁的林志炫 登上芒果台的爆款综艺 《我是歌手》 以扎实唱功夺冠 全粉无数 再次翻红 也因与沈梦辰的 暧昧互动传出绯闻 两人相差23岁 年龄悬殊 乍一看是老牛吃嫩草 不过林志炫 坚定否认 加之 沈梦辰的表现 也过于主动了点 后来 这起绯闻被定性为 沈梦辰蹭热度 不过新一波的绯闻 紧接而来 对象是一位长发美女 据说相识多年 是正派女友 但当时人称 只是工作关系 而关于她有私生子的传闻 也再次沉子泛起 悬销盛上 不过经纪人的回应是 有人恶意抹黑 这时林志炫被破天荒 公开自己 名花有主 以我的她 称呼对方 在微博上撒起了狗粮 但再想打探她的细节 抱歉 一律不再奉告 转眼到了2019年 这个神秘的她 这才姗姗来迟的浮出水面 53岁的林志炫 发文承认已婚 女方身份之谜揭开 吃瓜群众都惊呆了 竟是那位与她相识20多年 一直不离不弃照顾她 并照顾她父母的干妹妹 林洪雅 听起来多么幸福美满的爱情故事呀 格林人瞠目结舌的是 两人共同孕育的儿子 已经上了中学了 大概13岁的样子 掐指倒退 也就是2006年出生的 却这时才公开 而2006年发生了什么事呢 那时正是她与任希闹绯闻之时 也是她与前女友 Sara胡思之时 台前的绯闻女友 你方称霸我登场 原来都是服员 只有林洪雅 结结实实的生了个儿子 人性是由灰色地带的 在名气的喷涌和消逝中 明星的绯闻瓜事 犹如巨星八卦阵 迷雾重重 萦绕不绝 如若能洗尽千华 懂得珍惜 也算是一种功德圆满吧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了 喜欢雨姐的话 别忘记点点关注哟